人生的外面 小iron 一些小孩 平常的小孩 Gloss 赞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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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今天要做一道非常简单 而且小朋友都很爱吃的 鸡肉番茄炖饭 好 那这个鸡肉番茄炖饭呢 我今天用的做法相当相当简单 而且完全不用烤箱 我们到底怎么做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我们把锅子先加热 锅子要热到有水珠 所以我们用这个水稍微试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水珠啊 有了水珠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水珠给擦掉 锂鸡肉它是比较没有油的 所以我们把皮都给去掉了 我们今天不放油哦 直接把锂鸡肉进来先煎 一放下去这个鸡肉的那种香气 就整个散发出来哦 好 我们先让它煎一下 然后这边准备了洋葱 那如果洋葱 你切的话很容易流眼泪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洋葱 直接进来搅碎它就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丢进来 好 我们直接把它拉碎就可以了哦 哇 好厉害哦 一下子就全部拉碎了 好 洋葱放进来 拌炒一下 盖上锅盖 让锅子自己炒 好 我们这边接着再来做我们的番茄 好 把番茄再丢进来 拉碎就好 我们就把番茄倒进来 好 一样把这个番茄炒一下 然后再加上番茄糊 调味 把这个材料先拿起来一下 这样子我们的米才不会米芯不透 所以我们要把材料放在最上面 这边大概有一杯半的米 洗干净就好 水的分量要多少 大概一杯就够了哦 好 为什么一杯就够了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番茄本身它有水分 所以我们用番茄本身的水分 下来当它的水分就够了 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米给铺满 让每颗米稍微有浸泡到 好 再把我们的番茄放在最上面 等一下这个番茄啊 就会直接在我们的米上面 鸡肉跟番茄还有洋葱 好 这个甜份全部都会在我们的米上面 就完全穿透上去 好 那我们直接用生米就可以煮成熟饭 用的是经典锅 然后它到底有多神奇 因为我们一般电锅都还要在半个小时之后 可以把饭给煮好 我们现在只要八分钟 我们就可以进入烤的模式哦 我们等下冒烟关小火八分钟 我们再来加我们的起司然后进入焗烤的模式 我们的焗烤饭 鸡肉蔬菜炖饭你看 我们先把它煮好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稍微拌一下哦 然后最后我们就要放上我们的起司 来做焗烤 你看哦 我们直接从生米煮到熟饭 就这么简单 而且不需要电锅 现在就刨上我们的起司 我这边准备了帕马森起司 起司多一点 起司多一点 然后不需要烤箱 因为我有一个行动烤箱 登登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好 150度先 大概7分钟 我们把它压下来 就启动我们的行动烤箱 好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行动烤箱 到底焗烤好了没有 哇 我们的番茄 蔬菜 鸡肉 炖饭 完成了哦